哈囉我是我貓 現在距離我們開季還有16-17個小時 然後我已經把GPK下來好 GPK下來就來開個台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這個7種的魚圖天賦 然後這次魚圖天賦呢 我很抱歉我這是沒有收集 因為我覺得其實改動沒有到很大 有很多新的東西加入 但是原則上雖然有換一些位置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有了解到3.213.22的 那時候的魚圖天賦數的話 其實這版本的基本概念還是一樣 然後我就來講我7種魚圖天賦 然後這個呢這部影片呢不是給新手看的 然後到時候因為我 我真的真的真的覺得 不要再講什麼給新手教學新手看的 哇真的太可怕了 網路鄉民真的太可怕了 你那個評分為什麼7.5分不是8分啊 為什麼那個8.5分會比另外一個 他們兩個明明那個刷圖就比他快0.1秒 那為什麼他的分數比他低啊 不要不要不要我就跟你講這不是新手教學 我這是一樣要大概9小時打完紅藍王 然後我練習呃之前練的兩個結果 都是差不多11小時 11小時10小時打完紅藍王吧 用那個儲行冰錘的話 然後我前面的點法就是點小領戰神 然後探險花園祕叫多的我可能會改成精髓 那新的魚圖天賦我現在在上面 因為我看了之後呃當然有一些大點我一定會點 像是那個探險的大點我一定會點嗎 啊六門我目前對他我覺得我覺得那個是很後期的事情了 現在想沒什麼用 不如等比較前段玩家他們開發出六門的一些用法之後 我們再跟著操就好了 因為現在我覺得想六門太早了 好然後我這個開場就是直衝小點戰神 然後把所有現在有魚圖的這個升階的點一點 然後這邊跳這個海克斯科技們傳過來 呃還你前面可以海克斯科技們傳過來然後點這樣 可是我後面會改成直接這樣子點 那我我其實覺得也應該不用那個撤銷石應該也不用吃了 就直接這樣子點過去就好了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子點啊不直接海克斯科技們呢要那麼多小點呢 因為我們玩的是小點戰神嗎 這個小點戰神流浪之路的效果就是你的大點沒有任何的效果 但是你的小點會100%效果 然後我這邊全部點的過路點全部都是4%的 你的相你的地圖裡面的怪物掉落相連地圖的機率 本來是2%變成4% 所以我這樣點一大堆的過路點這種結果之後 你看我就我就這樣一二三走過來啊 可是我都什麼都沒點為什麼我只是要那個小點而已 這樣我就會有84%的地圖掉落額外機率 然後就在54點天賦左右 大概這個是你把白圖跟黃圖拓完大概會有54點 然後這個這個點法呢能夠很快的幫助你 至少你打T10T11以上你的升階速度會比不是這樣點法 照理來說會快很多 但總歸來說他也是一個有點運氣成分在的東西 但是所有做紅藍王Speed Run的點法 在之前3.21的主流都是這樣點 那3.22雖然地圖升階有換位置 然後有變成說要多花一點天賦點 然後可能要幹嘛 可是我覺得原則上他沒有被改太多也沒有變弱 就頂多你硬要講就是這邊過路點變多一點 然後其實沒什麼差別 所以我還是一樣會這樣點 然後呢這個是我89等 假設你今天已經打完了紅藍王 然後你現在準備要進到一個拓圖階段的話 我預 然後我先講我預設是沒有點探險大點的 因為探險大點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承受了 但是我基本上覺得你要打探險 就是你的流派要可以打探險大點啊 那打探險大點其實要要點就是你的流派不可以 至少超過3條詞以上你打起來很痛苦 像是每秒每4秒恢復生命 這個大家打起來都很痛苦 但是你不能一炸到就打不了 所以你的傷害build 你的build不可以傷害太低 然後再看一下那個 呃當然那個一定會有一個 你會怕的傷害嗎 啊那個就是你每次那個大超大那個放下去 那你就看一下有沒有那個免疫 啊如果沒有的話你就直接炸 啊如果有的話你就看那個免疫在哪裡 然後調到沒有炸那個免疫 啊你可能想說有有些人會想說說 欸那那這樣如果遇到免疫 我只能炸半邊啊這樣探險不是很虧嗎 沒有你要想欸真的遇到免疫 然後害你廢掉半場 你廢掉一場的那個機率很低 那個那個發生的機率是很低的 所以真的不要害怕這個探險大點只會賺 這個我可以跟你保證以我多年探險保的經歷 我覺得這個探險大點實在太屌了 真的太屌了 所有探險人應該看到這個點都覺得 哇幹這點真的是很強 啊如果你還不了解探險的話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呃蛋捲的那個 他有做一個羅格的教學 然後版上也有一個一個一篇我覺得做的很好 好像是那個版有祭司發的那一篇 雖然那個祭司他他他怪怪的 可是他那篇文是蠻有料的真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紅王 然後我一定會跳海克斯來點紅王 那海克斯點紅王很簡單 開技就是打紅王 國際服開技就是打紅王 不要跟我五十三 這個沒有跟我辯論的空間 這個沒有跟我辯論的空間 開技就是打紅王 因為紅王這邊你如果開到一個祭壇 掉混沌石 哇你那一場混沌石撿到五六顆 你那那個五六顆混沌石 你可能當下筆子是一滴比五十 你等於十分之一顆低 或者是一滴比一百 一滴比一百C好了 你也是二十分之一顆的低 而且這機率不低 所以開技只紅王 我們這件事沒有沒有討論空間 一定然後我因為我是探險宅 那探險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四流一直不改位置 我其實一直覺得一四流應該要每季改個位置 比如說一四流改成左邊啊 一四流改成右邊改成右上左上之類的 可是他們每季都沒有改 那我就問你 那幹你要點一四流啊 你你你點一四流你要點什麼 你要不要點探險 你一定點探險吧 探險跟一四流就永遠都在一起 你怎麼可能不點 所以點點這樣子之後 你直接海克斯科技門跳這邊 然後點紅王 然後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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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他有个重点是我要打蜜叫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打蜜叫的 蜜叫打起来 嗯就是经验多 然后又给好奖励 给你一大堆那些隐匿磋 隐匿磋很多路上捡起来 因为隐匿磋基本上保证他一条石已经是好好吃了 那如果他原生就是三四条好吃的话 然后隐匿又开到好吃 那可能那这个装备就可以用很久 或者是很贵了 所以我觉得前面打蜜叫探险花园 呃除了花园之外 我觉得其他两下应该是可以帮助你的装备变得很快往前进的 蜜叫很烦啊 你就自己用就好啦 你就自己用就好 蜜叫重点是要经验跟装备 不是要不是要卖的 然后我也知道他最后奖励 如果我如果我有艾斯林的话 我会做一件装可以艾斯林 我不会 我会直接做做出一件装 直到他可以艾斯林为止 然后这个是紫探险蓝王不打花园的版本 因为 呃花园的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开机的价格其实没有很好 因为毕竟开机大家没有在做装嘛 然后花园 黄种一直一直不断的被削弱 所以开机时你不打花园 我觉得也是ok的 只是 我你多出来点是我老实讲 你说你要去点金水吗 你说你要去打野兽 因为打鸡翅吗 没有我觉得还是配花园是比较好了 那只是给你看一个 紫探险蓝王不打花园的一个情况 那还有一个这季很特殊的点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几位 呃之前有很多位那个youtuber嘛 很厉害的时光组 那个grimau 然后ferrygrace 他们前几季 开季一定都是打战乱 绝对都是打战乱 但是呢 这季的战乱有得到一个很大的削弱 就是五军的经验或许变低了 那你会想说战乱价格会不会受影响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战乱还是跟以往完全一样 因为战乱的价格虽然变低 但是不代表五军需求量会降低啊 会要打五军呢还是会照样打 然后要惨军囊珠宝也是会照样惨 然后更何况战乱一直以来 他额外的一个收益 我一直觉得战乱额外的收益 其实大部分来说的话都是来自于 你在地图里面打的那些金怪他们喷的 他们头上会顶着一个什么通货啊 那个顶着什么箱子啊 那个很容易直接喷一颗神圣给你 然后还有一堆扎吉他爸的东西 然后喷甲虫啊 然后喷培育器 这些东西都很棒 前面对于你获取额外资源 战乱是非常非常强的 只要你打得过 问题就是你可能打不过 大部分人问题就是战乱打不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战乱会变成大部分 那些比较前端的玩家的一个首要选择 因为大部分都是前端玩家打得过战乱而已 可以把战乱轻松的全开 我不是说就是你只要可以全开就好 我说的是轻松全开 就是我走过去左右射两下 然后就全部开了 这样才叫做可以打战乱 你不是那种要点那个什么禁止 那个战乱禁止 然后还要那边努力 一直一直找的 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尤其是近战 近战你就不要想打战乱了 近战真的不要想战乱了 战乱跟你无关 然后什么召唤啊 什么那些打战乱也是痛苦的钥匙 西库洛法是打起来也算算轻松的 可是其实打起来也很烦 因为要一直找那个剩下几只在哪里 好 然后这就是我这季的 我这次要就要是打荒乱网 你觉得自己 就是稍微有点速度 稍微自己有一点练习过的 你再来跟这一套 不然 不然那个什么 你不要点了一堆 你不要打那个白土打不过 然后点成这样子 然后去找别人说 啊我点这样子 啊我点我我照那个恶魔猫这样子点啊 啊别人说啊你怎么这样子点啊 感觉又就到我又到我头上 哇靠怎么什么事到我头上啊 有什么你或者是语图天赋推荐都可以到下面留言 我是猫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